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assault rifle 我现在是对着屏幕说 就是从来没有这么 一般我是先写稿子 然后先录好了以后 再往里加声音加图像 今天这先把图像解好了 然后对着这说 所以有时候说的 要是不太好 您就凑我听了好吧 那个 我记着 我在以前的游戏视频里说过 绝对不会买主机的 珍妮四 但是呢 首件 是没忍住 还是买了个PS3版的 这个因为 他这个心仰难耐 因为你想想这PS PS4一个月以后再出 然后你现在就出了这个 这这这这这战地4的这游戏 你说这 我我是 当时我是真的等不了一个月了 哎呀 所以就硬了头皮 就手剑 还是手剑 就买了一个PS3版的 就玩了 开始确实挺失望 因为啥呢 我就看这个画质啊 真是闹心 跟那个人PC玩家简直就是比战地3区别还大 就根本不能比 第二就是以前也说了 基本上就换了张皮的战地战战地3吧 这战地4就是在在主机上啊 就是在主机上 那个反正就是 但是玩玩的还行 一直一直这么升着急 打着打着那个线上游戏 觉得哎呀 虽然说画质不行 但是有游戏性还还可以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些小地图 我基本只打那个死战 或者是domination 就是比较小的地图 Rush和conquest 也偶尔打一下吧 就为了那些那些assignment 为了那些升级什么枪什么的 所以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打这种死战小地图 感觉感觉比较爽 飞机和飞机完全不会开 坦克有时候开开 偶尔就实在这种小地图打腻了 就去开个坦克 玩玩Rush什么的 那个 说说这把枪啊 说说这把枪 扯远了 这把枪 在战地3里头 有些人被称为神器 特别特别好用 我也觉得特别好用 AK971 那个弹速快 杀伤力强 然后他关键是变态的是近中远距 近中距离 他 近于无敌状态 你如果稍微练练 控制他的这个recoil的话 这把枪杀伤力非常非常大 但是 但是战地4 我感觉有一些 这个 有一些 有一些差别了 在所有 当时我玩的时候 在所有 这个 assault rifle 裸枪 这AEK97 那简直是太难用了 我自己感觉啊 根本没法打 我一点 一射击 就是子弹狂飞 上下狂点 根本打不着人 然后我刚解锁的时候 就拿他打了两局 我实在是受不了 然后就就就 直接就是 用别的枪升级 开始开始升级 那个 那个那个 assault class了 然后升级完以后 我回头回过来 硬了头皮 又开始用这个枪 因为我想解锁 所有枪的那个attachments 一个开始用了一枪 杀了五六十个人 好像是 解锁了四个 其实是三个 比较好用的东西 一个就是那个转镜 一个就是 这个叫 叫angle grip 就是 这个特别有用 就是增加那个稳定性的 还有一个特别有用 叫muscle muscle break 是muscle什么的 就安在枪口上 那个 减少你射击时候 枪口上下浮动的那个东西 这三个结束以后 感觉是好用点了 但是还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的话 这尤其在主机上 用那个controller 这个特别难控制 一不小心子弹又开始飞了 你得狂压 狂压那个狂压枪杆 才能 才能就是 给敌人战斗的时候 有优势 必定它弹速是非常快的 所以近战和中距离 这把枪还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怎么感觉 好像我也 我觉得也没有PS3 不是PS3 那个战地3 和那个AEK971好用了 个人感觉啊 可能是心理作用 但是我用这枪 也是杀了不少人 但是感觉跟这个战地3的 AEK971 它就好像不太一样 但我说不定是哪 可能还是没有那个操纵性好 然后就是明天PS4就出了 因为澳洲嘛 对了 刚才没说 我是在澳洲这边 然后它比北美都要晚一个月 所以明天我们这正式出 我也定了 那么希望就是说 一切顺利吧 希望不要有那些狗血的毛病 那么今天视频就先说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PS3人等于一起打战地啊 先这样吧 拜拜